白花花的千元大钞 数完一捆还有一捆 钱真的太多了 园警们分工合作赶紧装带 桌上已经累积好几包 这些全都是证物 通通要被带回警局 查完证物一一盘查所有人身份 黑色上衣的男子左顾右盼 看起来有些紧张 房间外还坐了一大堆人 其中两人竟然还是外籍移工 他们全都是赌客 已经宣导好几次 却还是在防疫时期群聚赌博 桃源正江街这间民宅 对外都说是工地福利社 有人常常进出很正常 但负责人年薪男子 偷偷在地下室高贵 园警接获通报 里面根本是赌场 12号晚上6点多 现在附近埋伏 确认赌客们进去后 直接上门抓人 进到里面发现 竟然挤了17个人 年薪男子为了赚钱 就算是外籍移工来赌博 他也不怕 上百万的赌资到处藏 有的在床垫下 有的藏进天花板的灯箱 只是所有人看到远警上门 统统乖乖的吐食 就是来赌博的 在现场共查扣了150多万的赌资 还有快60万的抽头金 虽然都有戴口罩 还是违反市内群聚防疫规定 就忍不住摸两把的代价 是近百万的罚款 TVBS新闻林志伟 吴玉亚桃源采访报导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 国内大小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